吉安湘公所在去年的4月27号 邀请了上百位任养人 一同在甘城铁道樱花公园 种下了205株的樱苗 而到今天已经建满一年了 从3月开始樱花是陆续的绽放 为吉安湘带来不一样的浪漫氛围 一朵朵樱花映入眼帘 这美丽景象就出现在吉安甘城铁道樱花公园 吉安湘公所去年邀请了上百位任养人 一同种下205株的樱苗 到现在将满一年了 其中樱花品种包括了富士樱和墨染樱 从3月份开始就陆续绽放 这两种是经过历代农民的努力 平地化最成功的品种 以第一年种植的情况 今年的开花期非常的正常 第一年来讲 几乎开花率超过9成 包括很小棵的 树的直径只有一公分的 也都超过9成 公园里头还有一座樱花亭 是亲子共有野餐赏樱的最佳观赏点 虽然到了4月中旬 赏花期已经快结束了 但来到园区还是可以了解到樱花的生长过程 那至于赏花期最适合 以花莲来讲 是3月下旬到4月上旬是最适合 那么现在已经4月中旬了 就比较晚一点了 但是可以看到各种樱花的生态 你看到整个树都是叶子的 代表它已经开过了 有的正在开都看到花 有的花有叶子 也有花 就代表它快结束了 也可以了解它的生态 有些树呢 树的根部最底下 你会看到很多的小叶子长出来 就代表它又要进入另外一个成长的阶段 可以了解它的生态 也很好 吉安厢让游淑珍坏民众一起来欣赏 吉安厢的田园景致 除了樱花公园的美景 在南华工作站也开满了铜花 在肺炎疫情紧绷的时期 可以带大家走出户外 大口呼吸 放松心情 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 谢谢徐立琴吉安厢报道